哈囉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皮爾 那大家一定很好奇為什麼一開始就有這鬼東西在這邊轉 然後這個 好 我不是在亂大家了 我今天還是一樣要介紹CKF這個版本 那首先我先感謝一下 我們家的一誠哥 一誠哥做了這個 這個是我提供 不是我提供 這個錢幣是我給一誠哥 要請他幫我做的 那 袁世凱 袁大頭的 十塊錢 Spinner 對 我浪費個一分鐘講這個東西 我還是要感謝一誠哥 OK 那一誠哥很謝謝你幫我做了這個 對 我覺得蠻特別的 這個以後 我會好好收藏 留給我的孫子 沒有 留給我孫子 留給我女兒 好不好 這這麼大 真的蠻屌的 OK 轉起來這個感覺真的不太一樣 雖然說他的配重 因為錢幣的關係 配重上 公差可能又差蠻多的 不過這個聲音聽起來蠻舒服的 OK 謝謝一誠哥 感謝你 好 那我今天還是要介紹 來 這一個 2.0 CKF2.0 那我們也是一樣 打開他 其實大家都叫CKF 可是 他真正的名字應該是PAPIARC PAPIARC 應該是PAPIARC 我也不會發那個音 對 應該要問問俄文的同學 如果有人知道的話 可以教教我 對 我還蠻喜歡學語文的 那2.0的版本呢 也一樣 我上次有說的他 1.0的包包比較大一點 那2.0的包包 就比較小一點 那一樣是送一個擦拭部 如果有其他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1.0 就是對於包包這個部分 你可以去看一下1.0的說法 好 那我們就不多說了 這個就放旁邊 那先給大家看一下 那2.0的這一顆 那 再來就是 當然 這個是克隆的 克隆的方面 那 我還是一樣要教大家 怎麼樣分辨 正版跟克隆 OK 那正版上面 他這個螺絲 的地方是不會動的 那我上次有講 他每一代的版本 都是做這種螺絲狀 螺絲狀是做這裡 都是有六個孔 這樣子 OK 兩邊都一樣 那克隆呢 他其實會轉動 正版是不會轉動的 OK 那他的窗管部分 其實 克隆的 基本上他不會做到這麼細 他因為他這個是 等於說用壓住的 壓住的 所以他不會做到這麼細 那這個 比較類似CNC 跟組裝的方式的話 他這裡會有 穿管孔 OK 那克隆可能就 加在旁邊 那可是我建議大家 如果你真的要買克隆 呃 買是當然可以買 可是我也不推薦 那因為 不推薦說 在旁邊加上窗管的部分 因為 其實在這裡 加窗管是一個 滿危險的動作 因為你在轉的時候 滿容易去摳到他 或是他就噴出來 那 你這 一百多塊就浪費了 一百多塊也可以讓小朋友 吃吃好東西 是不是 那 呃 好 那我們就講到這裡 那 其實 克隆部分 我也不需要多講 因為滿多人去買 好 那我就多講講正版的部分 那正版部分呢 其實 他在轉動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光圈的效果 OK 他的 他的那個旋轉會有光圈的效果 對 那如果說你有興趣的話 其實 克 現在正版呢 雖然說 他只出800顆 那 你後面要找 基本上價格 也是滿高的 除非你去找到說 他 上個月 出的最後一批 700多號那一批 那一批 那一批其實 呃 現在價格大概是 一萬 四 一萬 三左右 還是買得到 可是 畢竟 市出的人少 因為他全球限量 這樣就800顆 那 要買的人呢 也是滿多的 所以 價格如果 比較低一點的 基本上都被收光了 剩下一些可能價格 比較高一點 那 當然大家可以一邊聽我講 一邊看他轉動 那如果說 你們有要買的話 其實我這邊 也可以幫忙大家去 找找看 因為這種東西已經算 絕版品了 那 要找真的不太好找 那我 剛好在大陸 或者在國際玩家這邊 有認識一些人 可能他們 有在 釋出的話 到時候我也 可以說 做一個交流的 目的 然後 如果有人有需要的話 那我們也可以去 幫他訂購 這樣子 OK 好 那 講一下做工的部分 做工的部分呢 其實他這邊都有加一個 穿管位置 跟1.0比較不一樣的是說 1.0是做兩邊 那他是做一邊 可是他是三頁的 所以2.0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蠻轟動的 因為說 因為到現在還是 他還是一個經典 還是一大部分人在克隆他的 產品 所以2.0在 在CKF系列上是一種 經典 應該說在全球玩家的心目中 也算一個經典 因為 他的做工啊 跟他的 因為 我有講過他是刀場出生的 他做工啊 跟他的細緻度 然後還有 他整個 提 就是手感啊 轉起來 其實是真的很好 對 然後 還有光他的聲音啊 有時候 因為我是一個聲音控 所以我覺得 聽 有時候聽那個 培林的轉動的聲音啊 就會讓我高 高 沒有 高潮 還是講出來 OK 所以我覺得 對我來講是聲音 我會蠻喜歡的 OK 那再來一點就是他的 他的做工上面就是 其實 他蠻 重金屬工業風的 對 所以 顏色的上面就是 正版跟克隆 其實因為我都有摸過 然後其他 不只這一款 其他克隆我也有看過人家拿過 那所以說他在 材質上啊 真的是 跟克隆真的是 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差別 對 一定程度的差別 那 他的號碼呢 我跟大家講一下 剛沒講到 對 因為他是全球只有800顆 所以 也不知道最後一顆誰拿到 那他號碼就 刻在這裡 對 我的是113號 那 差別在哪裡呢 200號以內 他的培林蓋 是有蓋子的 那 200 201號以後 他培林蓋是沒蓋子 不過我的蓋子呢 其實基本上我自己有拿起來了 因為 我那時候 8月 11月 10月買的 忘記了 反正去年買的時候呢 我還是一個死心手 對 死心手 死心手 就把蓋子拿起來 那時候想說要清洗 然後把他拿起來清洗 清洗完之後 就 裝不回去了 對 所以如果有 有新手要清洗的時候 麻煩問一下老手 不要那麼笨 對 不要跟我一樣 跟那麼智障一樣 把他拿起來 那就算了 反正沒關係 反正我是要玩的 OK 那 當然他的培林上也是有不一樣的 我覺得 CKF在做 Spinner的時候 他還是有一定的缺點 因為到現在我也沒看過哪一家做Spinner 他沒缺點 對 缺點在哪裡呢 因為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培林 OK 培林是有保持器的 那 其實很多人的 很多人的2.0是沒有保持器的狀況下 所以說 所以說 他蠻容易去 有那個 珠子在撞 撞擊跟轉動的聲音 所以 清洗上面當然比較好清洗一點 那可是 要小心一點就是 你不要盡量把球 不要盡量都放在同一邊 因為一壓 你珠子就噴出來 到時候你要換這個培林 你就會很抓狂 你就要到處找 搞不好找不到 所以 所以 所以說 所以我說 CKF在培林上面 真的是 有時候 像3.0來講 沒關係 到時候我會講到 所以說 到時候會講 關於培林這個問題 所以說 跟他們家買東西 有一種像是賭博 你知道嗎 不一定是 號碼越前面的越好 這是一個 很離奇的事件 你知道嗎 就你不一定號碼越前面 你的培林就越好 搞不好你 哪一個版本 你號碼比較後面 你的培林就比較好 對 那 對於玩家來講的話 其實有的人會覺得 沒差 反正培林就是一個消耗品 可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說 我就不想猜 我很懶 你還要叫我猜 他們叫我換 我還傻笑 那 2.0呢 呃 我有講過它是經典中的經典 那如果說 連經典都這樣子的話 其實 呃 對我來講 會蠻可惜的 就其實 什麼都好 就插在這裡 那轉動方面 其實 也有一個缺點 對 因為我後面可能會講 比較不好的地方 轉動上面呢 其實大家轉可能都會這樣轉 可是這樣轉的時候 這裡會蠻容易割手的 對 不管是 正版或克龍 都蠻容易割手的 所以 還是希望大家可以反轉 這樣子 OK 反轉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 因為 我這個錄影啊 大概都十分鐘左右 所以我會講比較快一點 那 今天就介紹到這裡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到時候再聯絡我 好 那就先謝謝大家 拜拜